3. 邪隐大爱修行 1. 琵琶沙论中说 佛陀未出世时 帝氏常常到提波严罗仙人那里听闻法药 夫人舍之 心里怀疑 帝氏是不是舍弃我去找别的女人呢 于是他就暗中藏在车上 到了仙人的住所 帝氏见了 对他说 仙人不喜欢见女人 你可以回去 舍之不肯 帝氏就以荷花镜打他 舍之撒娇 以含情的语言泄别帝氏 仙人们听到女人的声音 当时就起了碍遇 失去神通 又比如当年印度的雪山上 有五百位仙人修道 真家裸女在雪山沐浴歌唱 仙人们听到女人的歌声就失去禅定 心里迷醉狂乱 无法自主 势力中的仙人 具足神通 禅定 为什么听到女人的声音就失去呢 说明 凡夫以淫欲烦恼最为深重 在无量声中 每一声都是以淫欲而入胎 所以淫欲是生死根本 习气最为坚固 始终缠绵在心香蓄力 一遇异性因缘就会勃然发起 仙人听到女人的声音 以这个生辰为源 以淫欲习气为音 一经过非礼作异 神通就立即失去 可见淫欲的力量有多强大 以视力为鉴 修行人应当尽量远离引发言语的染污人员 例如歌厅 舞厅 酒吧等娱乐场所 在这些场所当中 潜藏着种种引发言语的因素 当今时代理法衰微 在广告画面上 在所谓的人体写真画册上 在描述情爱的小说 书刊 影视上 处处都存在性诱惑 很容易引发繁复的情欲 看一次淫晦画面 听一次挑逗的声音 就可能丧失正念 堕在邪念当中难以自拔 如果不严密防护 道业很容易被淫念摧毁 二 大论中讲 往昔有一位罗汉到龙宫里去应征 他的波中还有剩余的米粒 小沙米洗波时尝了剩饭 觉得味道特别香 后来沙米潜入师父所坐的龙床之下 手握床脚 随着师父一起进入龙宫 龙王说 怎么把未得道的人也带来了 罗汉说 我不知道 当时沙米见龙女长得美妙无比 就猛声贪恋 而且发愿要夺取龙宫 出龙宫之后 他一心精修不失 持戒 发愿早成龙王 一天 他在诱绕寺院的时候 忽然脚底下出水 他知道转身做龙的姻缘已经成熟了 就以袈裟盖头入于水池死去 竟然转成一条大龙 在他生前 师长道友曾经呵斥他 但他说 我的心意一绝 沙米贪恋女色 甘愿做龙王 可见女色诱人之身 爱欲 不是要发展 要解放 而是要呵斥 要遮止 银心不除 尘不可出 像这位沙米 宁可不成道 也要拥有龙女 世尊也说 如果这个世界横河杀树的男子 和一个女人做不进行 这个女人也不会满足 可见 隐喻是个无底洞 永无满足之事 只有遇海悔狂 才能了脱生死 过去 有位结拔仙人 成就了武神通 国王敬重他 他飞行往来的时候 国王都是手捧仙族 吃饭时 国王亲手供奉 就这样做了很多年 有一次 国王有事远行 交代一位美丽的宫女说 我奉侍仙人 向来很小心 现在我要远行 你供养时 也要如我一样 这样 仙人飞来 宫女以双手接足 仙人出到女人柔软的手 爱欲就萌发增上 神通很快丧失 再也不能飞行 只能步行 走出王宫 以上的仙人们 都是以淫欲心 而堕落的 世上 无如人欲险 几人到此 勿平生 所以 应当首先 对邪淫的发心 严密的防范 大宝鸡精说 大王当之 丈夫亲近女人时 即是亲近恶道之法 此时丈夫第一过患 四十二章经上说 慎物与色慧 色慧即祸生 小心 不要与异性接触 接触即会隐生过患 大智度论上说 言欲为朱节之本 佛言 宁以利刃割节身体 不与女人共会 刀劫虽苦 不堕恶趣 言欲姻缘 于无量结束 受地欲苦 人受母欲 尚不能饭事 何况阿诺多罗三秒 三菩提 四 邪言中有一条是 叫他邪尹 当今时代 这是流行性的业 为什么呢 因为当今 是鼓吹性解放的 着恶时代 充斥着大量的色情小说 色情影视等 出版传播淫秽物 实际是叫人邪淫 是人沉溺在 玉海之中自我毁灭 所以罪业无量无边 影视报刊网络的 传播面极大 由此造业极重 例如将一种色情资料 传播给一万人 这一万人都会 深受其害 那么这些罪过 统统归在 传播者身上 所以极其可怕 这里讲一则 现代势例 有位谢君 台北县人 性格内向乖巧 孝顺父母 是这样的一个好孩子 平时他很传统 工作努力 省吃俭用 节省了钱 都供养父母 就连当兵的时候 也很节俭 节约的钱 都寄给家里 后来 他受自己恶友的影响 迷上了吊虾 和色情小说 淫秽画刊等 他看这些色情小说 黄色画刊 觉得不过瘾 又去做色情录像带 看有线电视的 特别节目 最后 发展到去妓院嫖妓 这个谢君 他才二十多岁 平常在家不爱说话 做什么事情 父母也不知道 直到有一次 开车的时候 左手臂忽然断掉 经过诊断之后 才知道 病情不轻 因为他 平时手淫频繁 只要看到色情的描述 就会陷入 男女淫视的 血响飞飞当中 由于纵欲过度 导致肾水匮乏 抵抗力差 而且因瓢剂 染上了血液病变 肝胆俱衰 二十八岁 本来是精力充沛的青年 可是他却躺在 医院的病床上 垫着尿布 因为大小便 已经不能自理了 虽然头脑清醒 四肢却不听使唤 动弹不得 只有眼睛 看着骨胀的腹部 看着从胸腔里抽出 绿色的液体 非常常痛苦 即使医生 也无法肯定 这种全身插管子 忍受腹胀 抽胸腔液体的日子 结果要到什么时候 才能够结束 谢君之所以 银业一发不可收拾 最后葬送了自己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外缘的引用 本来 性欲是凡夫最严重的烦恼 一发作就足以使人毁灭 如果不能以戒律 摄持而防护 将会引起现生来世的 无量过患 所以佛菩萨 把邪淫判定为恶业 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问题 非常严重 许多青少年 在大学中学求学时期 就已经对行淫 趋之若鹜 色情行业的客人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青少年 是这样的可怕 我们知道 浴火焚烧将会是精髓枯竭 百病丛生 不用几年 有用的人就会废为无用 所以淫欲是枪生的利剑 不知不觉当中 就把生命的精华完全消尽 今天的世界特别污浊 青少年尚未成人时 很多都以败结丧身 导致青少年迅速堕落的外援 就是宣扬性解放 鼓吹爱欲这一类的邪说 青少年看到描绘色情的书刊 影视神魂颠倒 胆小的不敢轻易尝试 可是意义上发起了烦恼 无形之中 身心已经受到亏损和染污 胆大妄为的不能持身 意失足 学业全都荒废 损耗精神 乃至于倾家荡产 后世堕落恶趣 今天大都市当中 这股邪恶的淫风 正在大肆地蔓延 色情场所比比皆是 在各种酒吧 洗脚屋 按摩室 桑拿浴室等等当中 处处都有残污纳垢的陷阱 本来自重之人 在耳濡目染之下 一受恶有鼓动 就可能失足丧身 所以传播邪淫的书画影视 确实是杀人的利剑 制作者 造下了滔天罪业 五 今天在世界范围内 手淫是青少年 普遍造作的恶业 例如国内某著名高校的 一个男生宿舍 七人之中就有六人 犯有严重手淫 由此可见 青少年当中 犯手淫的比例之高 按夜来衡量 男子在性欲发动时 不能遏制 以手谢经 集成手淫 因为是非之 所以构成了邪淫罪业 一 丁福宝居士 在劫狱主义中 列举了手淫的十种危害 一 身体发育不良 二 脑髓匮乏 智力下降 时常健忘 三 头晕耳鸣 目光变短 四 脸色苍白消瘦 口吐白痰 五 经常做淫梦 白天见到女人 就会露惊 六 泄精时 因为产生爱惜之意 不使精液泄出 导致精虫坏死腐烂 酿成搞完病 七 身体孱弱 容易染上风寒 瘟疫 肺老等病 导致过早死亡 八 胃功能衰退 行走蹒跚 九 生殖器容易损伤 十 因为纵欲过度 精虫弱小 所生子女 身体累弱 此外 还有精神 萎靡不振 多梦 烦 烦 眼痛 疲倦 血亏 大小腿肌肉无力 手容易发抖 其中最为显著的症状 就是健忘 如果手银时间较 如果手银时间较长 还会引发以下的各种病症 精神失常 双目失明 消化不良 抑郁症 忧郁症 血眼 失眠 头痛 心跳 肝咳 手脚酸痛 杨伟等 二 劫育主义中 丁富宝居士 还写了 他行医过程当中 所遇到的几则 手银实力 有一则是这样讲的 某学生说 我年幼时 没有听过义礼 回忆我十六岁的时候 情窦初开 喜欢看男女的 宴情小说 见到叙述银 惠描摹的尽情 我的心就怦怦响动 因而犯了手银 久而久之 习以为常 幸亏我心地明白 还有一点善根 在风雨惠明之时 恍然如大梦初醒 我自己常想 这个清白 磊落宝贵的心 一贩易银 就像许多污点 涂污了洁白的纸张一样 成为终身大耻辱 每每想到这里 就让我眼中出火 想要拔剑自吻 这是我对手银 痛心疾首的第一个地方 童年时 我在某学校读英文 成绩常常列为 优等超级 不到几年就毕业了 资质固然是很聪明的 可是自从我犯首银以来 读书的变数是以前的十倍 却常常背不出来 记忆力丧失殆尽 现在的我和以前的我 判若两人 这是我对首银 痛心疾首的第二个地方 我小的时候 常常胸怀大志 想在天地之间有所成立 自从犯了邪淫以来 以前的豪迈之气 完全付诸东流 精神萎靡 就像已经将死的蛇一样 拔了也不动 又像搞木死灰 生气消灭 这是我对首银 痛心疾首的第三个地方 以前见到悲惨之事 我会潸然落泪 见到不平之事 我会愤然动怒 可是现在对于世间的哀乐之事 却内心麻木 没有喜乐哀期的反应 善念早已灭尽 这是我对首银 痛心疾首的第四个地方 我最初犯首银时 还不知道节制 时间一久 自控能力丧失 时时想动 不知不觉当中 想改也无从改起 以至于落得行销鼓励 精神衰退 腰酸脚软 百病丛生 而大脑所受的影响 尤其严重 我整天昏睡 人像在雾中一样 如同神经病患者 这是我对首银 痛心疾首的 第五个地方 三 又有一位学生 十三岁犯首银 旅饭不改 到这全身衰弱 变成白痴 又得阳尾 结婚 而不能交接 他的妻子 也因此 忧郁而死 燕光大师曾说 多有少年 情欲念起 遂至首颜 此事 伤身极大 切不可犯 犯 则 枪贼自身 污浊自心 将有用之身体 做少王 或孱弱 无所树立之废人 现代青少年 多半犯 首银的毛病 原因出在 父母老师 在孩子情窦初开之时 没有预先详细说明 首银的危害 以至于以首银为乐 数数犯淫 导致在未成人之前 身心就已大受伤害 严重者会断送性命 变成残废 或者遗害于后代 所以 父母老师 在孩子十三四岁 初懂人事的时候 就应该讲明 首银邪淫的危害 不懂人事时 暂时不能讲 六 以下宣说非食行饮 对身体的影响 为什么把在家人 非食行饮 说为邪淫呢 因为在 经期 怀孕期 斋戒日 疾病中 哺乳时 劳苦忧伤时等 非食行饮 会对自他 或胎幼儿 造成极大的伤害 所以 是邪淫 属于恶业 以下举例说明 一 雁光大师 在寿康宝剑序中 讲过两件事 一九一七年 有位巨商之子 在日本学西医 考试第一 有一次 他坐日本电车 车还没有停稳 就往下跳 结果跌断了一只胳膊 他是学医的 很快就治好了 但是 西医并不了解 凡是骨伤 百日之内 不能行房事 不久 他的母亲过寿 他回到中国 不知道伤筋损骨 要在房事上谨慎 就和妻子同房 第二天一早 发现这位高材生 已经透体冰凉 气绝多时 应光大师 有一位弟子 叫罗继彤 一九二五年 他大病出狱 九月十号 请应光大师 到他家中吃饭 而且说 师父是弟子等的父母 弟子等是师父的儿女 大师说 父母最优 儿女的健康 你病虽好 还没有复原 要慎重 可惜当时 应光大师 并没有说明 所应慎重的 是房事 当月底 应光大师 在功德林 开监狱赶话会 罗继彤 当时也在场 大师见他面如死人 知道是犯房事 所致 很后悔 自己当时 没有直说 没过多久 罗继彤 就死了 由这两则事例 可以知道 身体有病 或者是大病 出狱时 不宜刑防 如果非时刑防 多半致死 所以是恶业 二 在民国前 有位青年 婚后进城应考 考试还没有结束 他难耐寂寞 就和好友 一道回家 不行百余礼路 二更天 到了家门 父亲骂他 你一定是在城中 惹事生非 才连夜赶回来 明天再以家法痛责 父亲叫家人 把他双手反绑 关进一间空房 锁住房门 第二天 父亲很晚起来 把儿子放出 一句话慰问 儿子本来很兴奋地回来 突然受到父亲的指责 一夜不安 放出来时 他始终不明白 父亲的用意 等他到朋友家里 才得知 朋友已经死去 到这时 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父亲是爱护他 才把他 关入空房 迟迟释放 因为不方便明说 才不得已而为之 实在是用心良苦 以上是百里刑防致死的例证 所以在家夫妻 在过度劳累等时 必须节制房事 三 下面再按寿康宝剑 列举一些非时行淫的过患 具体情况 可以参考原书 一 月经来时犯淫 会造成血灵症 男女兜病 胎前 犯淫 伤胎 所以有孕后应该分床绝育的说法 印光大师曾说 孕后交合一次 胎毒重一次 包衣厚一次 生产 男一次 怀孕时间久 如果行淫 获至堕胎 以及伤胎 产后十余日内犯淫 妇女必死 百日之内犯淫 妇女必病 二 生病 生疮 出痘之后 不是十分复原 万万不可犯淫 犯淫 多半 必死 眼病未痊愈 或者刚痊愈 犯淫 必瞎 虚劳症 虽然养好强健 还需断育一年 如果认为复原 而犯淫 多半 必死 伤损筋骨 育后需要戒一百七十八天 未过百日 犯淫 必死 纵过百日 犯淫 也会导致残废 三 过于辛苦 过于操心 天气过热 过于忧愁 过于惊恐 都不能犯淫 都不能犯淫 轻则呈顾疾 重则当即死亡 四 病后 犯则 旧病复发 远行百里 刑防者 刑防百里者 病 以上根据 受康宝剑 大略讲了 非食行淫 的过患 从中也可以明白 把非食行淫 定为邪淫 的道理所在 六 在家居室 除了不邪淫之外 还要注意防事 不能过度 一 感应篇注释当中说 夫妻之间 也要寡欲 人身之精 散在三郊 荣华百卖 而浴火一结 何惧流通 都从命门出来 非常可怕 人精足 神就生 精神足 智慧就生 聪明强固 就能成就事业 如果言喻过度 亏损精神 一生事业 都会因此而消失 映光大师说 一切事业 以身为本 身若受亏 事具消损 伤身之事 种种不一 最酷劣者 莫过言喻 古语说 乐极生悲 纵欲成患 孔子说 血气未定 戒之在色 有智者 把人体比喻为 一盏油灯 精为灯油 如果贪图防事之乐 纵欲而不节制 就像灯油 很快就会耗空 年龄一大 百病丛生 到时候 后悔莫及 相反 灯油如果不易 燃烧时间会很长 而且灯很亮 同样 人如果能够 节欲保精 就能长寿 而且老来有精神 明朝恒州地方 有一位徐生 财貌双全 不到二十岁 就中了进士 选人为松江节推 少年得志 亲友都很羡慕 可是 他生性好色 年纪轻轻 就有十几位宠妾 个个都很娇艳 由于他纵欲过渡 上任一个多月 就虚脱死亡 一生的前程 都化为乌有 1994年10月 有一位姓翁的老人 66岁 下午到宁夏路 一家专门放映色情电影的戏院 观赏三集片 到了晚间 10点30分电影散场 管理员发现 这个老翁 暴毙在座位上 全身冰冷 已经弃绝多时 经法医验定 死者是因为兴奋过度 导致心脏麻痹而死 以上两则事例当中 徐生 是以有限的精神 供无穷的色欲 透支过度 所以精洁而亡 翁老 风烛残年 仍不知保守精神 几个小时的刺激 便使他兴奋而死 色欲真是杀身的历刃 二 燕光大师常常说 世间人民 由色欲直接导致死亡的 有十分之四 由色欲间接导致死亡的 又有十分之四 是由色欲亏损 遭受别种感触而死 人们把这些死 归结为命 岂知 贪色者的死 都并非是命 依于命的 是居心清真 不贪淫欲之人 那些贪色者 是自强受命 怎么能说 是死于天命呢 依于命生 又以命尽而死的 不过十分之一二 由此可知 天下多半是亡死之人 银祸的惨烈 世间再无第二者 相反 不需费一分钱 不必费一份力 就能成就高尚的德行 享受极大的安乐 留给子孙无穷的福音 使来生 获得贤良眷属的善行 唯一是 借银 宋朝有位李爵 一百岁时 面色还红润 有光泽 当时杭州知府问他 如何保养 能这么高瘦啊 皮肤还不干瘪 李老回答 很简单 就是早些 绝育而已 宋朝 包洪斋 八十八岁 还在书密院里任职 他像年轻人一样身体强健 神清清气爽 贾师道猜想 他必定有特别的养生术 闲聊之时 就向包洪斋询问有什么偏方 包洪老回答 我的确有一种药碗 自己服用 从不外传 假设到求包洪务必要传授给他 不可个人独享 于是包洪老慢慢地说 我是吃了五十年的独睡丸子 当时满座听了都哈哈大笑 庐陵周和尚九十多岁 走远路见步如飞 须发不白 他说 没有他法 只是壮年节欲而已 太仓张翠九十多岁 耳目聪明还能作画 问他养生秘诀 他说 平生只是欲心淡 欲是节制而已 有以上事例就知道 老而强生之法 不过是节制言欲而已 可惜人们没有业果正见 形式大多不考虑后果 不仅不考虑后事 就连此生的晚年 甚至十年之后的结果 都不会考虑 现在的青年一代 普遍奉行 不管天长地久 只在乎曾经拥有的观念 可是 如果曾经拥有的只是未来痛苦的因 等到未来受报的时候 又如何面对呢 如果没有辨别业果的智慧 人的眼光短浅到 只求现在片刻的欲乐 好好的珍宝人生 变成纵欲自残的工具 给自己的未来留下无尽的苦难 怎么可能拥有幸福的一生呢 好好的